太原諒我 因為我怕太激動了 好像一瞬間 40 年就過去了 當今文訓時 女兒才三個月大 怎麼一下子 她下個月就要滿 39 歲呢 2003 年元月 文訓離開國民黨 當時的專職幹部只有 5 個人 怎麼一下子我們就變成 30 個人了 當年的資料中心 所有的館場有 4 萬多冊 現在我們有將近 20 萬冊 此刻心中充滿感激 感謝這 20 年來 在經營上給我很多建議 指導和力量的王榮文部指導 感謝這近 7 年來 文訓碰到現實的清筆 一年要 200 萬的房租 不需要任何回報 勝出元首的同志賢先生 感謝這 40 年來 曾經和現在跟文訓七手同行的夥伴們 因為你們 因為你們 文訓有了強大的執行力 才能在不忘初中下 日新 又新 也才能不斷翻身前行 還有無數的 在前進的道路上 在眾多的事務上 幫助文訓 幫助記者安 幫助文藝資料中心的 作家 學者 編輯人 出版人 和許多熱心的朋友 謝謝你們 儘管在現實中 在市場上 文學一直處於弱勢 甚至公門定期的經費補助 相對於其他門類 也是待遇懸殊 但文學無形的影響力 潛藏在方方面面 各個角落 春雨無聲 卻潤澤萬物 我始終深信 文學巨大的力量及普世的價值 這個信念 陪我們度過無數個艱困 幽暗的日子 因此各位珍惜離婚 對文學無的協助 肯定與鼓勵 儘管未來 相信仍有無數的困難 橫梗在前 但想到有大家常陪伴著我們左右 最黑暗最艱困的都經歷過了 未來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感謝今天到場的 和無法出行的每位朋友 你們對文學無的肯定 協助和幫助 點滴在心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來 跟 團姐繼續的要唱你 今天到場 今天到場的每位的人 在我心目中都是貴賓 所以我想場地又這麼大 很多人不知道誰來了 所以我花一點時間 介紹大家 耽誤大家一點時間 我們先介紹 我是按照姓名筆劃 那作家們我就不用投資